尋找 尋找 看到 背刀刺傷的男子 駐上警車庫講不出話 旁邊朋友不斷呼喊 緊就開車送醫 一路鳴笛沒停過 先騎人坐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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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用手壓住傷口 地上全是滴滴答答的血跡 他跟朋友到KTV唱歌 沒想到離開許在路口 和另外一名也唱完歌的 異性男子碰上 他在路口等候計程車的時候 看了旁邊的一名男子一眼 那該名男子就向其嗆聲 持了力氣 將其劃傷後逃逸 25歲的異性男子刺傷對方後 就搭計程車從KTV離開 回到仁武區的住家 途中就把刺傷用的彈簧刀 隨便丟棄 你為什麼要刺他 你為什麼要刺他 警方透過計程車車庫 在異性男子家找到他 一問才知道 還是為營造公司小開 在自家公司擔任業務 直到警方上門 父母親都不知道 他拿刀刺傷人 也因為家人人面廣 為了孩子 還找了地方人士來關說 我爸說警察我來過 異性男子落網酒險後相當後悔 但是酒後失控刺傷人 害無辜民眾受傷 全案將一殺人為罪罪嫌 進行調查 記者林鄭河全聽於林智慧 高雄不倒